希望国民党好 希望国民党的改革可以成功 历经总统大选和霸函惨败 由国民党主席张启成领军改革工程正式启动 这一头张启成忙着把国民党从谷底拉起来 但另一头似乎有人已经对党主席大卫忽视眈眈 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是脸书po文批评国民党是查党 隔一天更直接成立蓝军大智库平台 网站里头不只条列出自己的改革策略 从主权香港议题到产业发展图文并茂 看起来已经准备一段时间了 而这也被解读是为了2021党魁之争提前暖身 我觉得大家用太狭隘的角度去看 其实现在民众关心的是 能够走出台湾的共同价值 回答四两拨千金至于江启成则在脸书隔空反击 期待朱主席给予改革委员会鼓励支持 在改革道路上共同扶持 这段话向世代暗示朱立伦不要宣兵夺主 而江启成对于捍卫党魁大卫 似乎也并非毫无作为 从罢韩投票到结果出炉 江启成都亲自力挺韩国瑜 现在也传出江启成将找韩国瑜结盟 组成房租联盟 卡住朱立伦保住党魁大卫 房租的话要问房东 不过我觉得这些传言应该都是谣言 没有这回事情 要同心协力的让台湾更好 尽管笑着带过强调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但从朱立伦动作频频来看 党魁之争的战火恐怕一惊点燃 实际上发现这块台湾不容易